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制造电池 苏华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元素周期表 化学方程式让很多人觉得枯燥无味 但这或许是打开化学的方式不对 李秦香 38岁 冶金化学专业的博士后 眼下正在进行一项科研实验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化学世界 我的化学老师他跟我们说过 就是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就像一场恋爱 这个化学反应过程它也是一场博弈 从2017年开始 李秦香的恋爱对象 就是眼前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电池 2015年 中国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如今 这些新能源汽车进入更新换代的高峰期 预计到2025年 退役的汽车动力电池将达到78万吨 废旧动力电池内含有镍谷锂等稀有金属 如何实现这些金属的循环利用 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李秦香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城市炼金师 他带领团队正在研究 如何将这些稀有金属提取出来 循环利用 把那个一点一点的剥出来 拆开电池的金属外壳 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粉末 正是李秦香的实验对象 这些其貌不扬的黑色粉末 究竟有何研究价值 受到科研人员的如此关注呢 就我们用手这样轻轻地巴拉巴拉 然后它就下来了 铝箔上面的黑色材料 它含骨 含镍 含蒙 含锂 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金属 原来报废的电池里含有镍谷锂等稀有金属 这些金属是制北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料 然而 这些金属产量稀少 开采困难 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长 价格更是日渐高涨 我们现在这种可以查到的这种交易 交易所里面 它的这个骨金属的骨粉的价格 应该是在64万左右吧 一吨 然后我们的那个镍板镍豆 大概是在二十几万亿一吨 锂的话大概是在三百多万亿一吨 废酒电池内 镍谷锂等稀有金属充分融合反应 变成了这些黑色粉末 李钦香的任务 就是将这些粉末 重新变成可供新能源汽车电池使用的 镍谷锂等金属元素 如同一盘已经炒好的西红柿炒鸡蛋 李钦香要将它重新变回 西红柿 鸡蛋 糖等食材 难度可想而知 精准称量黑色粉末 看酸钠要加多少 600毫升的红叶 提取金属李涅谷的实验正式开启 李钦香对每种金属元素的特性都忍疏于心 李溶于水 将加水的黑色粉末进行充分搅拌 这是实验的第一步 提李 就相当于这个黑粉里面的这个李 从这个黑色的固体里面脱离出来 跑到这个水溶液里面来了 看似枯燥无味的实验 在李钦香眼里 却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 搅拌 过滤 得到的无色溶液 这是实验成功的第一步 我们把这个含李的这个溶液 给它进行分离 现在下面所看到的无色的这个溶液 就是含有李的这个溶液了 我们把沉淀剂通过这根管子 从烧杯里面逐渐碰到这个里面 还有李的这个溶液里面 去发生这个沉淀反应 就把溶液里面的 可以对它进行过滤了 这个要趁热过滤 进行物液分离 把固体和液体进行分离 经过半小时的过滤 眼前的白色粉末 就是李琴香通过实验 淘到的宝贝 那么这些白色粉末 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可得的最终的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电池级的碳酸力 可以直接用于 晶能源汽车电池的制造 就相当于是说 它从电池里来 我再回到电池里去 原来 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 黑色粉末的变废围宝之旅 提取碳酸力 这是提取实验的第一步 过滤后的黑色粉末 仍然可以继续挖宝 这个渣可是个宝贝 因为这里边 这个渣里面 它其实还含有这个骨镍蒙 下一步的话 会把这个渣里面的骨镍蒙 都提取出来 将可回收利用的资源 吃干榨净 这是城市炼金师的工作习惯 黑色粉末的变身 再次开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成功的标志性颜色 晚上九点 实验进入最后阶段 如果成功将镍金属 分离提取出来 那么为期三个月的实验 也将圆满结束 李清香时刻关注 溶液颜色的变化 如果溶液从深绿色 变为轻绿色 就意味着 新能源汽车电池里的镍金属 被分离提取出来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变色 应该是绿色的才对 超过了预期时间 溶液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意味着金属镍的提取失败 颜色不对 你现在就告诉我 它的账号率是多少 0.02摩尔除以0.7 你算算是多少 为什么还有除 用了七两化纳之后 然后又用什么去低什么 我可能会对我的团队的要求 会非常高 所以他们有时候 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也会觉得我比较严厉 对大家的要求是比较苛刻 就是比较严格的 离亲相推断 这次的实验失败 可能是某个实验参数 计算错误导致 一个数据的计算错误 导致实验的失败 团队成员难言沮丧 很多时候就是做了 成千上百次的这个实验 那都失败了 大家都 而且整个行业里面 可能都认为 这件事情是搞不定的 就是做不成的 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固执 就是 就算是撞得突破血流 我还是想去 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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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晚上十点半 离亲相让大家回家休息 独自一人在实验室 推演白天的实验 实验是否能顺利进行 金属孽 是否能成功提取出来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经历一次次的实验失败后 李亲相仍仍在不断推演 禁述聂地提取实验 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 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 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规律 所以在我的眼里 是没有失败可言 凌晨两点半 高倍显微静下 外观平淡无奇的金属粉末 呈现出摄人心破的微观之美 我们看到了很细的这种粉末 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加 放大了一万倍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山谷虫式的这种 这种形状 多有意思啊 当你看到这些微观世界里面 会呈现的这种浩瀚的 这种宇宙世界 感觉像宇宙世界一样的 你会觉得我的烦恼瞬间就消失了 会觉得豁然开脑 化学对我来说是非常美丽的 反复推算实验数据 金属涅地提取实验 仍遭遇失败 李亲相来到档案室 他希望能从以往的实验资料数据中 找到解决难题的线索 通过查找以往的实验资料 李亲相将目光 聚焦在铝粉上 他发现在以往的一些实验中 还会从废旧电池的黑色粉末中 提取出金属铝 如果黑色粉末中含有金属铝 是否会对金属涅地提取实验 产生影响呢 这个是我们写的一个就是金属的活泼性的一个顺序表 这个是假 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香蕉里面都是含有假的 这个铝也是非常活泼 您看它是在这个活泼性里面排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位的 由于铝元素具有很强的金属活泼性 黑色粉末中如果含有一定量的铝 那么在实验过程中 铝会比其他金属更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从而导致涅体取实验失败 找到了问题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经两年多时间 李清香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上千次实验 成功将铝镊骨这些稀有金属元素 从报废的新能源汽车电池中 一一分铝提取出来 其中铝的提取率超过了90% 镊骨的提取率高达99% 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些稀有金属将被再次回收利用 制造新的电池 除了对废旧动力电池进行回收利用 李清香和同事还一直在进行 各类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他们还成立了城市矿山博物馆 将电子废弃物陈列在博物馆内 供人们参观 电子废弃物究竟有何价值 能成为博物馆的展品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里是位于武汉 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城市矿山博物馆 人类废弃的电子垃圾足以堆成一座喜马拉雅山 如果这些垃圾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我们人类可能就会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面 我们如果不做这些回收 可能要更多地开采自然换产资源 必然就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 我也是一位母亲 我有两个女儿 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给我的孩子 给我的下一代 能够留下更多的绿水清湛 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 将电子垃圾变废为保 实现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保护生态环境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